就是5100礦泉水的生产厂 2015年4月29号 我们来到当雄 往纳木硕国家公园 海拔5000公尺 黑色的土堆是纸牛粪蓝料 冬天的蓝料 那还有努力小朋友 在整个当雄 可以算是整个青藏公路 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但是它主要的生活 还是游牧民族 主要的特产 还是以牦牛为居兜 这叫西藏当雄朗错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这叫西藏当雄